一个辅大的女大生怎么会认识真姓业者 这其实话说从头是因为了 之前呢这位陈姓女大生 她的男友劈腿出轨 因此当时呢她早上的这名法师 希望可以挽回男友 而法师又介绍她认识了这个黄姓的真姓业者 自此认识之后呢 没想到后来和黄姓业者交往 甚至呢还被诱骗了财色 其实呢这整件案集下来呢 现在呢这个陈姓女大生 大家都会很想知道说 明明呢就交友相当单纯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来看的是她的家世是相当的坎坷 因为她从小呢父母就相继过世了 哥哥又因为吸毒通气逃亡 最后呢是和外祖父母住在一块 虽然说呢和外祖父母同住 但是呢彼此之间还是有着代沟 现在呢因为和前一阵子和这个黄姓男子在一块 最后呢这黄姓男子要求分手 他不从这谈判之后才会失去性命 而现在呢她之前爸爸留给她的房子 也因为被黄姓嫌犯骗走 现在呢主父母也被捕搬走 穿制服留着一头脊腰长发 坐在舞台上独唱台风稳健 她就是惨遭杀害的陈姓女大生 高中毕业和同学合唱英文歌曲 即将展开全新的大学人生 没想到和男朋友感情出了状况 人生从此变了调 因为在男朋友怀里 陈姓女大生笑得很幸福 不管到哪里两个人都会合照留念 她还亲手做生日卡片 除了有蛋糕和Q版的男朋友 还有满满的天灯让心上人许愿 但卡片内容写道 你今年愿望是什么呢 祝福你美梦成真 时间过得好快 最近好吗 虽然见不到你 还是很想念你 看得出女大生用情置身 但当时感情已经出问题 之后的生活照就拍得很少 而且几乎都是一人独照 其实陈姓女大生 身是坎坷 生活圈也很小 这栋公寓是她的老家 原本一家人住在里头 没想到小学的时候 爸爸就出了意外死亡 三年之后母亲也亲生 相依为命的哥哥 染上毒瘾 遭同气离家逃亡 女大生只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后来和祖父母同住 但隔代相处并不亲近 后来为了挽回男朋友 女大生把父亲留下来的房子 市值上千万 却又半价藏租卖掉 钱全都被骗走 听说是说 说不适合百万 阿公阿嬷都没看到了 没没没 他就没得住了 他没得住了 他就是老人家脚不方便 他本来住公寓 因为公寓他爬去不方便 后来你也跟他买大厦的队 就是这样子而已 女大生卖掉房子 到学校对面租了间小套房 白天在学校打工 晚上上课 生活单纯 但话也说的越来越少 少讲话 觉得很可怜 绅士情路都不顺遂 期盼自己能拥有 幸福美满的家庭 男朋友成了生活重心 但感情宣辩到处求助 却碰到骗子 人才两师 到最后连自己的命 都保不住 记者王成伟 吴俊德 高华香 黄佩华 SNG小组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